大家好,今天是7月5日星期四晚 快要打第一回合的贸易战 即是说500亿美元的惩罚性关税 基本上就是特朗普罚你500亿 我相信第一回合的贸易战的预期已经派先了 即是新一轮之前这样跌,已经派先了 接着大家就会看到第一战开了之后 大家是不是会打第二回合2000亿呢? 如果打第二回合2000亿的话 因为中国没办法 先讲漏了,今天会讲0027银河娱乐 因为0027银河娱乐 是我们的组合里面唯一一只下跌的股份 所以我想讲一讲 我讲了这些基本的东西,再讲回刚才某一战 恒指呢,其实你看这个图 这个五年图 恒指是由33100几点跌下来的 我只是当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不是红市 在我来讲最少跌三成才是红市 但是我 没关系它是红还是牛 因为红牛突然间都会改 鑽石900万投资组合 大家看到呢 我们现在和恒指是同步的 恒指在我买的时候升了41 我们也升了41 那无可避免地 组合会下跌的 但是其实下跌幅度比较少 因为恒指最高我记得是升了57% 现在跌了16% 那我们是49,现在41 即是跌了8% 都叫到搜到 但是你看到 整个鑽石900万投资仓里面 唯独一个下跌的就是 银河娱乐 所以我今天想说一下银河娱乐 先说回刚才贸易战那里 我自己觉得 在我的游戏里面 首个500亿已经派先了 现在跌了15% 已经派先了贸易战 和人民币这一轮的跌幅 但是你不要忘记 接着后头 还有特朗普的2000亿 如果特朗普的2000亿 中国是没有办法用关税去对付它 因为你根本没有那么多货 你怎么对付它 你根本没有那么多货 你怎么用这个 现在中国政府 真是被我看死了 在中国民生、香港民生里面说过 他现在只能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人民币贬值 初段的贬值是由6.3到6.6多 第一回合 顶住 接着 现在习近平做些什么呢? 就是游说欧洲 欧盟的国家 一起 对付美国 但是欧盟的态度比较冷淡 因为 在欧盟来说 中国 仍然不是他的盟友 他也不想中国崛起 一早就被我说穿了 习近平 是没有牌相守的 如果 习近平没有牌相守 他不能用行政手段 就是说我不能限制你的iPhone入口 或者我不用Android 习近平 只有一招 就是人民币 再贬值 補第二个招数 人民币再贬值 就是说 令自己的东西再便宜些 虽然我被你把关税 但你跟我买多些东西 我就赚回你的钱 但是这个问题 又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的资产不断贬值 这件事 基本上是特朗普赢的 因为 我征收了你2500亿的关税 你只是征收到我1000多亿 其他你要贬人民币 那你的人民币 你的资产贬值不关我事 美国没有贬值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输的仍然是中国 那当然 因为疫差太大 如果是反过来 那就是中国自由特朗普 不是特朗普自由中国 那我们觉得 这个贬值战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有第二回合 而欧盟又不出手的话 坦白说 只能够人仔再贬值 但是人仔再贬值 就会再多一个大浪出来 再多一个大浪出来 再多一个什么大浪呢 就是说很多负债 因为你负债 你再贬值 你就会更多负债 对不对 好了 香港为什么跌得这么厉害呢 其一就是 恒指里面 有很多都是国内的公司 例如腾讯 金碟 碧桂圆 恒指里面 就是资金流失 因为你不加息 这两个是致命商 别人就是看死你这点 来沽你的 所以我觉得 除非明朗化了 如果不是 不要罵底 而且你罵底 是要罵一些优质的股份 第一 第二 不关出口入口美国事 第三 最好 就不是用人民币计价 例如银河娱乐 它不是用人民币计价 它是香港公司 只不过一样东西 大部分都是大陆客去 那你想想 大陆客 会不会因为人民币贬 不去赌钱呢 不会 好了 我们先看银河娱乐 银河娱乐 亦都是一个 不知升了N倍的股票 当时 拿了赌牌 还是很小的 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2000年左右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澳门的赌牌 重新洗牌 开始 它就赚钱了 大约是 03 04年 一路升 一路升 升到14年最高 差不多八十多元 为什么会跌呢 因为打贪 大部分的钱 当时去赌的 都是你入了贵蚂厅 然后不用开牌了 我输十亿给你 搞定 因为为什么 小黑钱 当中国一打贪的时候 这些人就消声匿迹 所以 银河由八十多元 跌到二十多元 好了 什么时候上升呢 就是 因为 对于 打贪 完了 第二 恢復正常的人口 慢慢去澳门赌钱 第三 打造成一个 recreation center 大 我最近去过 陈仔 很棒 所以 你看到 它差不多 是由二十多元 回升到六十多元 你也可以估计到 为什么最近 银河娱乐 或者 赌股 一路有人去唱 然后跌 因为有大户出货 为什么 因为 之前他赚了很多 我从来是不理大户 不理大户做什么 我只是想看 我分析这只股票是怎么样 中记 就分析了 银河娱乐 二零一百年的合理价 大家可以定住这个画面 慢慢看 是在华库财经里面 但简单 我分析给你它怎么做 很简单 首先 它就是 计出 这个企业 在你分析时候 总企业价值 它就是将市值 即是发行股数成股价 加上少数股东权益 这个你可以在 金融局看到 再加上它的现金 或者负债 为什么要加呢 原因就是 因为如果它有负债 你要帮它 顶住负债才买到 这间公司 但不好意思 银河娱乐 是正现金 它有正现金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 6月5日 银河的企业价值 是2,485亿 然后 中企就计算了 2017年 所有的EBITDA 即是随税前的盈利 他计算了 2018年 Q1就是真的 Q2,Q3,Q4 就是Forecast 当它等于Q1 他计算到 2018年 全年的盈利 应该是比2017年 增长22% 增长22% 好了 他再拿回过去 银河娱乐 6年 平均 他将企业价值 除了 除了 他的盈利 得出一个倍数 他用这个平均的倍数去计算 合理的银河娱乐价值 现在一个平均数 应该是2568亿 当他用2568亿 除了发行股数 他就知道 合理价钱是59.6 估值一当是60元 67元 即是贵了 大约9% 即是我们买的时候 买贵了少少 下一步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根据每个月的资料 大约的目标 应该在6月或7月 每个月是增长18% 现在增长12% 就暢淡了 这些是垃圾 垃圾的推断 增长12% 很厉害 对不对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获利太多 所以出货 另外世界杯 真的有影响 因为少了人去 好了 但是世界杯也打完这个月 对不对 那我们 所要做的事很简单 因为现在人民币在下跌 所以我们 不会立刻住 但是如果银河娱乐 跌到只有50元左右 我们一定会增持 就是我们之前 在前几个交易 我们是卖了再通 因为油价这么高 它一定没有允限 但是我们收了息 我们是赚了钱 那我们卖了它 是预备一手 等蚀跌得低的时候 我们可以趁低级 所以这个呢 是通常我会用的手法之一 如果你永远都不卖股票的话 那我告诉你 你永远没有办法进一步 如果你永远没有办法 应该这么说 你永远不卖走一些 没有那么好的股票的话 你是永远没有办法进步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现金 当然 卖走一些 没有那么好的 好的那些你不要买 因为好的那些 你未必能买回 所以 根据中纪这个分析的话 我们67元是买贵了一些 其实应该是60 12元买就对了 那不要紧 如果它跌到50元左右 我们会增持 另外一个影响的因素 就是 2020 逐赌牌的问题 我相信 以现在占地最多 面积最广 增长最快的银鱼的话 我相信它应该不会 逐不到牌 我相信现在 那六个牌都会继续 昨天大家看到 中电和港灯加加 那我就给大家看 这两个图 中电 非常明显 它在2000年的时候 股价大约是 我相信30多元左右 18年 它现在股价大约是87元 我已经计算过 如果 用福利去计算 加上每年大约接近4厘息 它的福利大约每年的增长 增长加上股息 是7-8%左右 其实相当不错 因为每年也是 当然最主要就是 因为它有利用管制 相反 大家看到 右边的电能 之前呢 就是港灯来的 现在港灯的26-38 我都不看了 那你们自己去看 电能 你看到电能 根本上 它去到 14年左右 13-14年左右 它已经不是一路 这样插车上了 为什么呢 因为李嘉诚 将它 由港灯 变了电能 上市 集了支 然后将那些钱 射到原先的26-38 港灯那里 所以电能 已经一步一步 给李嘉诚 将那些现金 剝离 包括 他重组赚到的钱 和原先的钱 我记得七百几亿的 差不多派光了 所以你看到 电能 现在 只剩下 差不多 五十六元 我觉得 如果 你要买的话 麻烦你买中电 不要买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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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在 长和系来说 一个 最不确定的因素 现在 就是你 摘 因为我不知道 这个人会做些什么 他也没有显示过 他的能力出来 既然 中电和电能 大家都各有千秋 我应该选一个 稳定一点 比选一个薄的 这个是我的看法 电能的现金 已经抽干了 因为我自己都派过 三字式 我都已经卖了 那你见到 其实 正常 现在的电能 应该差不多 八十多元 不是抽走 那 还有一个 今天有出了业绩的 就是领会 那 我有拿过业绩 因为差不多五点多 相当不错 如果有机会 下一集 就会再跟大家 讲一下领会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 任何 股价波动的时候 公用股 都一定是避险的 肯定是的 所以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麻烦 都一定要有相当比例的 公用股 一来 它仍然会上升 二来 你有现金 它们息高 如果领会 去到四厘息 我一定会买 中电我自己个人都想着买 都想着买的 因为其实我已经有很多公用股 那当然 那我们的组合里面 就没有那么多钱 那可能 增持 这个 银鱼 因为增长 可能 一结束这个贸易战 可能弹得很快 或者是世界盘结束之后 但是中电这些 就慢慢来的 那我们要平衡 在组合里面 如果你的组合里面 全部这些公用股 就很慢的 但如果全部都是那些 增长股 就可能 就是你没有现金 还有 就是有时你都 先试一试 所以要平衡 这个组合 好吗 那 最后就希望大家都 多多捐款 好吗 那我多了看这个信报 那现在我自己 都有看这个信报 粤刊 但是就很长的 那就是 看整个星期 因为它是粤刊 看整个星期 那也都会 看多多些美国的网站 那美股 我都有很多兴趣的 因为譬如 Nike Editas Pilma 都做得很好 那我们的组合里面 未必不会加入美股 那我们 就是觉得宏观点 如果我们有港股 那有美股 那A股暂时 我没有什么资讯 所以我看不到 的话 每组 比较平衡 我经常都说一件事 我们要放眼世界 要小心地走 但是要抗战 要抗战 你永远普残手决 不动的话 那你只有落后于人 就是人家都去到5G 你还在用3G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好吗 那欢迎大家多多留言 那如果想分析哪一只股票 大家可以留言给我 好吗 多谢大家收看 下个星期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